我是老赵,是一名婚礼策划师 从事婚礼策划这个行业已经12年了 当时我是在一家西餐厅弹钢琴唱歌 当时正好又在谈恋爱 经济收入不体面 然后就觉得不然就转行 所以想就不做音乐 音乐和策划其实都是在创造 从无到有的去创造一个作品 有创造力 然后又不用朝九晚五的上班 我就觉得挺舒服吧 我们做婚礼策划 一个是仅仅从视觉的角度出发 就是你要把整个的婚礼的现场 你的核心视觉 然后做得很漂亮,很精致 然后另外一个维度 就是可能更违新一点 我对音乐有情节 那我可能希望我一生一次的 这么重大的事里边 会有我这个情节的体现 所以就是逐渐的就形成了 现在的这个定制 比如说我们去年有一场婚礼 亲娘说她生活中一直是 就怎么都行 她一直都配合我 但是我突然想 她说其实是应该我配合她 因为我索取的太多了 她说那个新郎一直跟她描绘 她小时候的一个长久 就是在江苏的农村 金黄的麦田 然后中间有一条路 那个孩子就拿着那个不蜻蜓的网子 就来回在那个土路上跑 然后扬起那个灰尘满天都是 她说要给那个新郎完成这个梦 然后我们这样就做了一个麦田的婚礼 她希望在那个一生一世的重要的场合下 让已经长成了成年人的新郎 在赢得爱情的时候也能回到童年那个梦里 像我们去年一场 当时去武松岛 新郎站在江边上看着远处 然后那个新娘躺在地上 她就看那个武松在天上 然后下了很鹅毛大雪 然后那新娘说她说那一刹那 我感觉我新房都开满了花 然后我们那场做的那个方案 就是做了一颗特别大的心脏 然后那个心脏上就是开满了花 当时是夏天 是八月份 盛夏的时候 我们弄的那个人道雪 在盛夏的时间 然后在地上扑着雪 然后有一颗大的心 开满了花 当然酒店的婚礼 肯定是还是最大比例的一个群体 找一个差不多的什么一个社会生餐饮 然后就几千块钱一万块钱 十年前的那代人 可能更多的是考虑 礼金 现在的人可能更多的考虑是取悦自己 我接触的 我看到的是更自由 比如说我们现在好多的新人 可能做一场婚宴 大概率的 但是过去是正前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生活提升的一个 侧面的一个体现方式吧 多考虑你另一半的感受 然后多给他一点文字 如果我们没有钱 那么就用一个很诚挚的情感 很平时的语言 然后在婚礼上 把你想说 但平时又不好意思说那些酸话 打开 然后告诉你另一半 好看的场景会过时 真诚的情感交流 会在你结婚之后 未来的几十年 那道光一直会照耀着你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